如果你的小腿沒有那麼漂亮的話 穿了很多的全是其實是不太加分的 但其實很多譬如說歐美的臉身裙 他們常常會轉的那種 很多 對 包臀的那一種 那你必須 必須穿起高跟鞋 高跟鞋穿起來 大家好 我們是 抱走趙星師 我是抱歐站Sweetie 我是抱歐站Sweetie 我是抱歐站Sanysa 跟總包走 快樂Sanysa 好Lady的天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 講的是Sweetie跟這個有關係好不好 好 我們今天來教大家 裙妝的長度到底怎麼掉 因為女生呢 其實在很多場合都會需要穿到裙子 就算你是一個不愛穿裙子的人 但是在某些場合你還是有需要 裙子基本上呢 我們分成四個長度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我們大腿中間這個 通常迷你裙 短裙 短裙 對 基本上一般女生都可以加油 可是就是看你敢不敢穿喔 因為它露出來的腿的面積比較大 對 可是小份我還是覺得最適合的 大腿以上西上的話 那通常腿的比例都漂亮很多 看起來就會比較高 小哥都穿短裤或短裙都會蠻好的 嗯 沒錯 然後高哥當然是不用質疑他 一定可以這樣 對 因為你就是腿空長 是啊 現在長度我覺得危險危險的 因為它就是在膝蓋這邊 切齊有沒有 極膝裙 極膝裙 我們這個極膝裙來說 就要小心喔 因為小哥女孩的腿部的比例 可能不會那種漂亮 對 所以像這種可能有時候 你的正式場合 甚至職場的場合 會需要這個 這個長度 那我會建議小哥女孩 其實往上走三到五公分 露出膝蓋會好一點 對 當然高哥女孩也沒什麼困擾 基本上我覺得穿這個裙子 其實小腿度要夠漂亮 是的 所以如果小回顧沒有那種美麗的話 基本上我會建議你要 蹬高跟鞋 一定要蹬高跟鞋 除非就是你的腿真的是 哇 極度平直又長 可是像這種裙子穿平底的 那種娃娃鞋 你還是會覺得那個腿的比例 不會那麼漂亮 娃娃鞋就是不可以 所以有些人都會覺得 喔 可是很舒服啊 我去去去想穿啊 就很多人上班的時候 我都會穿這種平底的 不行啦 我真的建議大家穿極西裙 有沒有那種包臀極西裙 真的 拜託好不好 好不好 拜託 用拜託 用拜託 沒有辦法知道我用拜託的 當然第三個長度 就是差不多在我們小腿肚的中間 OK 這個長度是最危險的長度 因為它落在的是小腿肚最胖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視覺效果 很容易直接注意到那個位置 如果你的小腿沒有那麼漂亮的話 穿這個長度的裙子 其實是不太加分的 那其實很多 譬如說歐美的臉身裙啊 他們常常會鑽那個長度 很多 對 包臀的那一種 那你必須 必須穿起高跟鞋 高跟鞋穿起來 不然真的你想想看 那些歐美的女生 穿那個長度 然後穿平底鞋能看嗎 就是整個every day every day啊 不行 所以其實這種裙子的單品非常多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怎麼穿 小腿就是你要注意 他這樣截斷你的腿 所以你現在就會開點比較閒暗 對 那高跟的話可以穿 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腿型 長個樣子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一個高跟鞋 給它墊起來好不好 高跟鞋墊起來 好 最後一個長度呢 它就是直接擠地的一個長度 長曲嘛 擠地會不會 會直接蓋住你的鞋子的那個長度 對 基本上這種長裙 高跟小跟其實都可以駕馭 所以小跟不要以為你長裙不能穿 小跟長裙是可以穿的 因為它基本上不會結到所有的 你視覺效果的長度 就是會拉長 因為它會直接拉長 但是要注意腰身的弱點處 基本上長裙建議是高腰 對 我覺得高腰就是一個可以造福 所有的小跟女孩的單品 高腰設計 對 就是穿到胸部折 也太高了吧 是怎樣 現在很多高腰都沒有在客氣的 對 就是 對 都在這 像你的腿 就是從胸部下去都是腿 哇 好棒 如果它是低腰的話 看起來就會比較沉重 是的 所以其實不太介意中腰以下的 那種長裙小個來穿 對 除非你是要跳肚皮膚 他們會穿在那個地方 就為了把肚肉出來 對 對 那是有需求 但你娘如果沒有這個需求 麻煩 高腰給她弄上去 好不好 OK 希望這幾個小配備 可以幫助到大家 挑選妳裙子的長度 是的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並且開啟妳的小鈴鐺 按下訂閱 好 然後在臉書上 搜尋社特師的 爆酒造型師 以及CVT衣著形象美絕 沒錯 緊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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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